还有一个动物是我们很熟悉的 早年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就是信鸽 信鸽因为鸽子有归巢的一个本能 古罗马人很早就知道这种本能 就是在体育竞赛的过程中或结束以后 就把这个鸽子放飞以示庆典胜利 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说古罗马时期当时把鸽子 放出来的时候是染了色的 一染成紫色放出来就表明什么呢 表明我们胜利了 所以呢过去的那个包括古埃及的一些渔民呢 出海的时候带很多鸽子 鸽子呢就是放回来的时候呢 他只要给它染上颜色就可以传递各种信号 我们五代后洲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记载 记载这个唐代啊 说唐代呢就就已经 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传书歌了 就是所谓的信歌 是吧张九龄少年时呢 家里就讲了很多鸽子 然后呢他给跟很多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呢 就是把这个书呢记在这个鸽族上 我们利用鸽子的历史至少从唐代到今天了啊 一千多年了 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初 人类对鸽子的这个利用呢就更加广泛 尤其在军事冲突中啊 那时候的通讯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就是军方啊 不停的放飞鸽子 靠鸽子来通讯 据说啊 著名的滑铁路战役的结果 就是信歌传出来的 你想这么重要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 这么重要的一个战役 居然呢 这个胜利的结果是由信歌传递出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 国际信歌联盟就成立 然后我们国家也有这个中国信歌协会 我小时候很喜欢养鸽子 但是太费神啊 那时候把这个鸽子带着骑自行车 骑一多钟头啊 那时候不像现在老有汽车啊 就骑自行车一放飞 还没等我们回去呢 鸽子早回去了 那么中国古代啊 中国古代通讯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这一期呢 讲讲我们的通讯吧 那么通讯呢 有三个问题啊 或者说三大难题需要人类解决 第一个是速度 我们古代不能及时通讯 没有电话 没有电报啊 没有现代化的设施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信 600里加急 到底几百里加急我也说不清楚 有说500里加急的 有说300里加急 还有说800里加急 但我算了算大概最多了 一个昼夜 600里地 300公里 过去驿站啊 普遍都是20里地 就10公里一个驿站 那么600里呢 有30个驿站 那你这一 星夜间程 那跑死你 过去 跑到一定程度 比如几个驿站跑后 这马就跑不动了 就得换马 那么在历史上的信息的沟通最快的速度 也就是600里加急了 600里加急呢 北京到上海啊 一个往返大概需要一个礼拜 那么北京到广州呢 一个往返我估计得半个月 如果不是这个官方的急件 你走不了600里加急 那个成本非常高 那么古代啊 过去收信啊 春天寄出的信 秋天收到 这都很正常 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体会 速度在电报电话出现之前 最快就是这 马上飞地 这马上飞地 在中国啊 或者在全世界范围内 至少持续了几千年 就是靠马 第二个问题呢 信息沟通 第二个问题呢 是容量 我有多少东西给你 信不能写的太长 所以古人昔末如今 你看古人的信呢 都是很短 就是把话说清楚就拉倒了 为什么写长了啊 你要写在竹简上 那得一大捆 那没法给你送信 那得累死 把快递小哥得累死 所以呢 我们过去信息沟通中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容量受限制 你写不了那么多嘛 我们小时候有个电影 叫鸡毛信嘛 鸡毛信就是几行字啊 搁在羊椅子底下一张纸啊 你那鸡毛信 写个几万个字 跟一本书似的 你看那羊兽的 在后面拍着 那肯定不行啊 那么今天的容量 如果我们发一个邮件啊 压缩过去那容量 说句实在话 你能阅读多少 他就能给你发多少 所以今天的容量 理论上讲 个人通信之间不受限制 第三个问题 是苦恼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 通讯中 到今天 没有解决 谁有本事把这问题解决了 谁能创办世界第一大公司 这什么问题呢 保密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秘密 每一个机构都有它的秘密 每个国家更有它的秘密 但是秘密 在通信过程中 非常容易被人窃取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二战 二战期间 那时候已经有电报了 电报都是密码电报 那也被人破译 所以二战期间 很多失败方 都是失于这个信息的透露 你的军事机密 如果被人截破 那你失败是必然的 那我们今天不管是民间信息 还是商业信息 还是军事信息 还是国家信息 都希望是能够完全保密的 但是做不到 我告诉你 你的电话 你的短信 微信 不管什么样的方式 都很容易被人窃听 或者被人窃取 所以信息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保密 据说 这个间谍和特务之间 交代任务都不能说 一说就有可能泄露出去 或者被录音 那么就让你看 我写一个 拿一张纸 写一个 把谁谁谁干掉 就马上烧掉 你看完了 你就知道了 你记在心里 保密 如果这个问题 能够得以彻底解决 比如我们的 在信息沟通中 在电话沟通中 只要你不想让人知道 任何人都无法截获你的信息 如果你能创造这样一门技术 能够得以应用的话 那你就能创造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通讯公司 人类沟通信息最初都是面对面 就是我有什么事跟你说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完了 后来发现有时候信息沟通需要错时 那错时的前提 就是需要有文字的出现 没有文字 我怎么错时来通知你一件事呢 那只能靠画画 过去没有文化的人留纸条 经常画画 对吧 通过绘画来表现 所以我们的象形文字就产生 我们能够通过文字来沟通 至少要有个三千多年 四千年了 对吧 我们文字的历史就这么长 那么文字到普遍能够应用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写信 留纸条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法帖 就是中国书法史上很多著名的法帖 当时就是一字条 我们博物馆里 官复博物馆里有一个门窗馆 门窗馆有各种古代门窗 古代门窗上呢 比如我们有一个门窗呢 刻着这个十二生肖 一套十二片 每片就是一个生肖 那刁客狗啊 雕刻狗的这个 这个格善呢 他的故事呢 就是诗人陆基呢 养的这只狗叫黄尔 当年陆基在京师啊 洛阳当官 就好久就 就没收到家信了 就担心了 你知道人远离家乡出去围观 最担心的事 就是家里是否平安啊 家里怎么样啊 有一天呢 这陆基就对这个 他这狗 这狗黄尔的 叫黄尔的 开玩笑说 说你能够带封书信 跑回家 给我取个消息来吗 这狗听了就很开心啊 就听懂了摇摇尾巴 那陆基当时就写了一封信 装入竹筒 绑在黄尔的脖子上 黄尔就走大路啊 日夜不息的就去赶路 一直就回到家里 家人看到陆基的信以后呢 又给陆基写了一封回信 这黄尔呢 就立刻呢 又上路又翻山越岭 奔回京城 在家乡和洛阳之间呢 相隔千里之上啊 人来回走需要五十多天 但这狗走了多少天呢 走了二十多天 狗比人的速度快嘛 后来这只狗死了啊 陆基就把他埋葬在家乡 碑文的名字就写着黄尔肿 黄尔肿 我告诉你啊 陆基当年写的那封信 如果今天在价值连城 如果陆基当年的那封信 给家里带的这封问候的信 黄尔带过去的这封信 如果证明确实是这封信 我估计今天假设能进入拍卖市场 立刻破世界纪录 还有一个动物是我们很熟悉的 早年为人类这个传递信息的 就是信鸽啊 信鸽因为鸽子有归巢的一个本能呢 古罗马人很早就知道这种本能 就是在体育竞赛的过程中 或结束以后就把这个鸽子呢 放飞以示这个庆典胜利啊 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说古罗马时期当时把这个鸽子啊 这个放出来的时候是染了色的 一染成紫色放出来呢 就表明什么呢 表明我们胜利了 所以呢过去的那个包括古埃及的一些渔民呢 出海的时候带很多鸽子 鸽子呢 就是放回来的时候呢 他只要给它染上颜色 就可以传递各种信号 我们五代后周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记载 记载这个唐代啊 说唐代呢 就就已经 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传书歌了 就是所谓的信歌 是吧 张九龄少年时呢 家里就讲了很多鸽子 然后呢 他给跟很多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呢 就是把这个书呢 记在这个鸽族上 我们利用鸽子的历史 至少从唐代到今天了啊 一千多年了 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初 人类对鸽子的这个利用呢 就更加广泛 尤其在军事冲突中啊 那时候的通讯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就是军方啊 不停的放飞鸽子 靠鸽子来通讯 据说啊 著名的华铁路战役的结果 就是信歌传出来的 你想这么重要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 这么重要的一个战役 居然的这个胜利的结果 是由信歌传递出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 国际信歌联盟就成立 然后我们国家也有 这个中国信歌协会 我小时候很喜欢养鸽子 但是太费神啊 那时候把这个鸽子带着 骑自行车 骑一多钟头啊 那时候不像现在老有汽车啊 就骑自行车一放飞 还没等我们回去呢 鸽子早回去了 那么中国古代啊 中国古代通讯还是很不错的啊 就是历朝历代对驿战的建立呢 还是很重视啊 驿战是古代呢 专门专供传递文书和往来官员 中途啊住宿啊补给啊休息啊换马呀 的这个场所 那么驿战呢 这个他在先秦就已经有了 就这个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有 秦汉时期就非常的完备 中国词汇我们讲过多次 早期词汇都是单字嘛 我们过去就叫驿 那这个站字呢是到蒙古以后 因为蒙古语这个意音叫战翅 所以驿战就逐渐逐渐就变成了一个词汇 再加上这个站呢 这个本身也有停在那的感觉嘛 所以驿战呢就变成一个 这个双音的一个词汇了 明末崇真呢 曾在大臣的建议下呢 废除驿战 导致大量的驿战工作人员 就人就失业了 成为流民 就其中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就叫李自成 所以你看因果关系啊 驿战呢 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邮政系统 和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 等等这些结合体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邮政系统的分布啊 是非常完善的 中国任何一个有居住人的地方 都能够邮政送达 偏远的农村啊 山区啊 尽管有时候慢啊 比如有的 我看那个电视片上 经常有那邮递员 在一个地方可能半个月才去一次 但是他必然把你的信件送达 这个中国啊 在整个国家版图内的邮政系统的建立 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国家投入了重资 那么我们通过啊 这种 驿战或者说邮政系统呢 传达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更多是情感 包括我们今天的电话沟通 信息沟通 你注意看 有用的信息啊 据说中国人是最少的 中国人的信息中 80%都是情感信息 沟通用的 过去打电话 那包电话周的一定是这个 就是完全是情感沟通 没有内容 现代人由于沟通信息太方便 所以思念的这种情感特别淡 没有什么可想的 你想什么 你想你随时发现 哎干嘛呢 那时候干嘛呢 我刚吃完饭你干嘛呢 所以这感情都非常淡 过去这个人一分开 你就彻底断了信息 所以才有家书底万金之据 对吧 尤其在战争年月 你看这个杜芙写的 风火连三月 这仗都打了仨月了 家书底万金 就是这种情感 你现在人没有这种 接不到信息的痛苦 我84年去新疆 一个人之身去 去的时候在家里写个条 就说我大概是按照这个路程走 我估计我要走四五十天才能回来 留一个回家 就出去了 一出去跟家里根本不沟通 结果到了喀什 就地震 赶上当年的地震 赶上地震呢 其实还是有心告诉家里报一声平安 就到邮局去了 邮局排的那个队一眼看不到头 全是打电报的 打电报特别慢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熟嘛 一个字一个字的 我一看这队 估计排一天都排不上我打电报 我就算了 我也没什么事 就没跟家里说 等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 因为我只在乌鲁木齐 一个朋友那留了一个通信地址 他也跟我联系不上 等我回来的时候 电报这么厚 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样了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 居安思危和居危思安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 我出来 我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以家里特别担心 但我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没有事 家里是安全的 所以我对他们并没有那么担心 像这一类的情感在古诗中 随处可见 你比如王昌龄写的编赛诗 他说风火成熙白齿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枪笛观山叶 无那金归万里愁 这诗就是这么个意思 打仗呢 风火 是吧 打仗呢 风火成熙白齿楼 他连续用阴暗的字眼 黄昏独坐海风秋 你看 这四组层层递进 诗人仍觉得不够 立刻引进声音 更吹枪笛观山叶 我们都知道枪笛声音是哀怨的 但是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战争的间歇 我怀念家里 但是前三句都写满了以后 一笔就挪到万里开外 挪到家乡去了 他说的 我思念家乡 显然还不如 我夫人思念我的那个程度 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 无那金归万里愁 无那金归万里愁 按照准确的读音 应该读 无挪金归万里愁 但读的比较矫情 我就按照我们通词的读法 去说就完了 我们今天就没有唐代 没有王昌龄那种感觉了 首先是信息沟通 当年我儿子去英国读书 那时候打电话比现在贵很多 那真的是 你不可想象 当时花的电话费 那时候他到英国去接电话 也没有这么方便 今天拿个手机就接了 那时候在学校上学 那个电话还在楼道里 我又不会说英语 我只会说这个 Martin Police 人家就懂了 结果把他叫来 有时候这个时间就需要很长 但是这个等人的时间 全是要付费的 那么通讯发展以后 就非常改观 你今天在全世界各地 你马上用微信跟人直接沟通 这个直接视频 你可以看 对吧 那过去任何一个小的 通讯的革命 都会给你带来很多方面 你们记得不记得 家中的电话 对吧 无声 最初一个革命 无声 你看我们的电话过去 能拉这么长 再长点有限 美国那个电话经常拉特长 后来突然有一天 出现无声电话 在家里可以拿着电话 自由行走 打着打电话 想上厕所了 很方便 对吧 那么后来 就是大概不到30年前 我们开始出现移动电话 你说一开始 这个电话有很多名字 我们现在叫什么 都叫手机吧 没有人叫别的吧 对吧 过去一开始 出来这东西叫什么呢 叫大哥大 对吧 都是黑社会拿着 手提电话 我听很多台湾人 叫手提电话 移动电话 名字非常混乱 今天已经老老实实 都叫手机 人说你手机换了没有 没人说你大哥大换了没有 大哥大最难买的时候 三万多块钱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哎呦 说我现在有一路子能买这个手机 说你要不买十个 花三十多万 投资将来值大钱 我要听了他的 我今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当时一个手机三万多块钱 那时候三万多块钱 在北京能买一套房子 你买一手机 对不对 个大 这么老大个 有一种厚的电池 安上去 更大 叫大板砖 打架都可以当武器使 我记得我八十年代 去香港去吃饭那一桌子 每个人一个 都得戳到桌面上 显得狂 电话人一响 七百个人同时伸手就接 那时候那电话 没有个性化的铃声 全一个声 只要一响 大家都觉得是自个儿的 是吧 那时候电话 因为信号不好 每个人打电话都喊 对吧 在火车上 一个人打电话 全车厢都听得见 还老喊 你听见没有啊 你听见没有 那没法听 那信号不好 餐厅里一个人打电话 别人都甭说聊天了 就是大喊大叫 我记得 我在广州的时候 看见一个 那时候 就这种电话 很少的时候 谁拿着 谁觉得自个儿牛 我看见一个女孩 穿着鲜黄的衣服 拿着电话 在整个车站 来回走流 然后做各种古怪的姿势 为什么 找信号 找信号 那么移动电话呢 就不停地改善 你看不停地改善 首先是体量越来越小的 后来就出现了什么 翻盖的 你看过去 一过去 你们现在 我开始说这个电话的 手机 眼镜过 你对哪个熟悉 你就能够实在的 先是打个打 什么的 这 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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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翻盖的 翻盖的 还多一个动作 这个拿起电话 电话想起 拿起电话 翻盖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拉天线 然后 我那天线还折尺 是吗 你平安滑 后来呢 有滑轨的 滑动的 往上K 先做错 然后加油 那个盖 按K 就可以 后来出现 一个折叠的 对吧 后来 再用笔写 追个笔 还手写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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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出了 这个致敏的 我刚开始使这触屏 特不习惯 我觉得手往下按 得有那个手感 我那只使那个诺基亚的 那种按键的 发短信 发得很快 很快 很舒服 突然 那个触屏因为特敏感 又没有感觉 所以一开始很不习惯 我现在倒是很习惯了 触屏变化 距离今天 还不到十年 对吧 最初是 苹果公司 就是那个著名的乔布斯 执意要发明的 简单 就是说 一指知天下 你只要有一个指头 能动下来 你怎么都可以了 所以这种智能变化 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智能变化 多了各种软件 我们今天 手机可以说是 绝大部分人身上的一个器官 你出门丢不了手机 过去出门丢手机是个正常 为什么你电话一天也不这么想 所以离开身子你不知道 今天你手机离开 你一会儿你都难受 对不对 你上厕所一定拿手机吧 对不对 坐在马桶上 一直腿都坐麻了才起来 对不对 对吧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看手机 晚上最后一件事是把手机静音 我有这还挺傻的 那只手机没想象 这么普及的说 我晚上怕耽误事 我都不关铃声 半夜经常被人惊醒 但是惊醒的也值 为什么呢 那时候惊醒一定是有事 今天全是骚扰 这电话不认识的 只要没处在里头的 基本上都是骚扰 我们过去都看过一个电影手机 有一说一 行 我想你了 你想我吗 你昨天真坏 你听我一下 行 对 听见了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而我们这个手机呢 有时候 该声音大熟 声音小 不该声音大熟 声音贼大 谁都听得见 我们今天 通讯的工具 跟 有一说一的时候 跟手机那个电影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电影的故事 拿到今天看 已经很落伍了 今天人的沟通 开会时间 在一个严肃的会议时 这个开会 开一个严肃的会议 这其中就有人之间 可能调情 用微信 说你看头那样 你说咱那头傻不傻呀 对面说我看着很傻 但是脸上都没有表情 互相用短信沟通 以后当头呢 让大家把这个手机 都搁在桌子上开会 不要在桌子下面 桌子下面 只要发短信 一定都是私事 我们 经历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人类的重要变革 有三个大节点 我们有幸赶上一个 第一个是农业革命 由原始的捕猎采集时代 变成了种植养植时代 人类生活的幸福指数 急剧提高 第二次是工业化革命 集约化的生产 规格化的生产 使人类的物质 获得极大的丰富 所以人类经过阵痛以后 幸福指数提高 我们是第三次 信息革命 全世界在今天 在享受信息带来的便捷的时候 同时感到很多不适 这种不适 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 但是我们依然利用了它的便利 飞马就是天马 天马就跑得比地上的走马快 马的奔跑速度是很快的 我前两天去科尔信草原 去看赛马 我才知道一些数据 比如那天我们去给于谦助战 他的那匹大千世界 跑一英里 1730米 只用了两分钟零两秒 两分钟跑完一英里 这速度很快 看马的奔跑的时候 心里还是很激动的 因为是很近距离的看马 是这种赛跑 这种比赛 我当时就想 今天的赛马 基本上都是洋马 过去说的大洋马 都是纯学马 这些马都是短途比赛 善用的长途 跑不过中国马 我们去看赛马比赛的时候 到最后跑5000米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有国产马参加 国产马的奈力 尤其蒙古马的奈力 使蒙古大军一路摧枯拉朽 一直打到多脑河畔 就是靠他的耐力 中国历史上 马为这个国家 立下过汉马功劳 这是天马 也称飞马 这匹马是明代的一个玉雕 它身上有一道柳 它非常艺术的 在线了马的一个精神状态 身上的细节的表达 是有很多是想象的 比如这个翅膀 马是没有翅膀的 我们过去觉得马有翅膀 都是欧洲人的遐想 我们去看看哈利波特的那马 都是带有翅膀 说飞就飞了 但是他不知道 中国早期的天马 依然带有翅膀 这就是例证 这就是例证 这就是来说 我不能让你 1993 我来的亚膀 我来的亚膀